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例如有没有觉得颈紧薄痛或者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 呼吸会不会急促了 睡觉或者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 这些都可能是身体给你的警号 情绪方面会不会好意猛疹或者没来心机 如果这些情况持续甚至转差 就应该找专业人士帮下手 从今天开始 多点留意自己的状态 好好照顾自己 才可以健康开心地陪着小朋友成长 想了解更多情绪健康和育儿资讯 可以浏览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网页 www.fhs.gov.hk 你也可以收看 Dear 亲戚有法 这个系列的其他影片 了解更多有关正面亲戚的资讯 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制作